这个女孩能看见别人的未来 但在面对17岁变高中状元的崔天虫时 女孩却只看到一片模糊的金光 这令女孩十分诧异 回去便迫不及待地告诉母亲 母亲十分紧张 再三告诫女孩 不可将此能力告诉他人 否则将会变成一生的诅咒 女孩名叫凤莲 与母亲谈话之后 凤莲便出门采药 但今天的运气却格外的好 刚入山林便碰到一片人身地 欣喜之时 忽然过来一队人马 是崔天虫一行人进山打猎 眼看就要进入人身林 凤莲拿起海螺 吹出一段诡异的音乐 煞时 万千萤火虫聚成一团 在空中徐徐百动 众人被吓得跪地喊妈妈 只有崔天虫不信邪 举起弓箭将萤火虫射散 却在上前查看之时 不小心跌落悬崖 而同行的蔡公子早就嫉妒他的才华 假意拽了一下 便起身离去 此时崔天虫在悬崖边摇摇欲坠 凤莲现身出手相救 次日一早 凤莲就找上蔡公子 怒斥他见死不救 不料蔡公子不怒返校 见凤莲轻力可忍 便想让他贴身伺候 果不其然碰了一鼻子灰 但这蔡公子也不是面团捏的 将凤莲绑在柱子上当成火靶子 对其射箭取乐 得不到就要毁掉 此时 崔天虫出现拦在剑前 救下凤莲 两人一来一往逐渐熟弱 整日一起跳舞作乐 这一切都被蔡少爷看在眼里 极度之心疯狂滋掌 夜晚蔡少爷就挖出一张符咒 举报凤莲的母亲半月 用独咒诅咒官府 半月白口莫辩 只能接受酷刑 凤莲冲向前求情 声称符咒是母亲预测催静时 即将去世而写下的祈愿符 听此坐在上面的金炳文来的兴趣 举起刀架在他母亲的脖子上 那就让他预测一下 自己今天会不会死 凤莲猛地抬头 看到金炳文脸上邪气营绕 喃喃地说 今天我母亲不会死 会死的只有大人 金大人今晚骇士必遭杀身之祸 如此信誓旦旦 金大人兴趣更甚 告诉凤莲 如若因念 便放了他们母女 但随着骇士的钟声敲响 还是没有动静 金大人开口嘲笑凤莲 就在此时 凤莲忽然起身 奋力一跃将金大人扑倒在地 而此时金大人的侍卫 都已经被剑射穿 金大人看着凤莲 只觉得捡到了宝贝 便将凤莲五花大榜带到皇宫 利用凤莲的能力排除官场的异己 此时 凤莲的母亲正在哀求皇上 原来他曾跟皇帝有过一段倾诉 只因自己是地位卑贱的巫女 两人才未有善果 但如今皇上也有心无力 金家一家独大掌控朝堂 自己的女儿也只能任由金家摆布 而这边 崔天崇还在等待着凤莲 转眼五年过去 金炳文带着凤莲又来到了这里 但此时的凤莲已经是身份尊贵的公主 金炳文欺骗崔大人 声称皇上要将翁主许配给崔天崇 想要借机拖住发往京城的曹运船 原来运船内是来自各地的税款 其中最重要的是 里面有一笔金家贪污搜刮而来的百万巨款 只要这笔巨款到了皇上手里 就可以借此打压金家 但是崔大人也不是吃素的 直接拒绝了提议 运船按时起航 此时的凤莲再一次被噩梦惊醒 轮船 火光 他放心不下跑到渡口查看 而崔天崇也因为收到下人发现火药的消息 来到渡口 见到过去的凤莲 他误以为是贼人 一番打斗之后 凤莲的面罩被戒掉 崔天崇十分激动 迫不及待的地与其相认 而凤莲却只想离开 此时金炳文为了拖住运船 开席设宴 还特意召来宫廷术士对崔天崇算命 这香尸刚写下他的生辰八字 便直呼乃是龙相 今后必定成为万人之上的大将军 而他的良配就在眼前 身份无比尊贵 香尸还未说完 就被一个带着斗笠的男人打断 旁边的士兵想将这个疯子拖出去 可当男人摘下斗笠时 所有人都呆住了 因为面前之人 乃是崔大人的多年之友 人称山水道人 此人曾经准确预言了 大清咸丰皇帝的登基 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相识 山水道人接过崔天崇的八字 当场撕成两半 接着告诉崔天崇 他虽有黑龙之命格 能够平步高升 但在这背后 也隐藏诸多凶险 因为龙莽一念之间 如果黑龙遇错 将会在瞬息之间退化成蟒 而且 山水道是断言 崔天崇马上就会迎来 人生中的重大灾难 还将遭受天作之和的背叛 崔天崇十分不服 因为他十七岁就高中状元 如今更是父亲的左膀右臂 怎么可能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 宴席结束之后 护曹盘叔金炳文 就将赐婚的圣旨求了下来 公主的婚礼可不能怠慢 所以运传起行之势 只能就此搁置 金炳文则抓住时机 命人去运船上将赃款偷出 可崔大人早已经加强戒备 根本无从下手 金炳文思虑一番 决定声东击西 此时 凤莲偷偷与崔天崇会面 将自己的遭遇与梦中之事全部告知 希望崔天崇能够加强戒备 不要让金炳文得逞 崔天崇回去立马命人搜查运船 果然在船上发现了遗留的火药 就在这时 一只带火的利剑飞来 崔天崇飞身一跃 将剑打偏 其余人反应过来 将贼人捉住 不料贼人为了不留下线索 竟然直接割喉自尽 崔天崇无处可查 只能暂时作罢 与此同时 运船的另一边 一队人马正将税款偷粮换住 成婚之日很快到来 运船也在今日启航发往京城 崔天崇正沉浸在成婚的喜悦之中 突然传来一声惊天巨响 运船爆炸了 而船上的百万巨款 早已被送往京城的金家 此时金炳文也将崔家团团围主 声称崔大人将炸药运往京城 意欲谋反 崔天崇愤怒不已 去找金炳文理论 更被反咬一口 崔氏父子纷纷身陷大牢 这时 蔡公子出现在金炳文的眼前 告诉他 自己愿意做 他杀死崔家父子的那把刀 可是晚上 崔天崇就被凤莲偷偷放了出来 凤莲告诉崔天崇 明日就去调查此案的新宣军那里 告发金炳文 自己可以作证 炸药是金炳文所放 新宣军是崔大人的同窗 必定会保全崔大人 次日 崔天崇找到新宣军 告发金炳文 还说凤莲可以作证 两人四目相对 凤莲却忽然改口 声称那炸药就是崔家父子所放 崔天崇不可思议地看着凤莲 随即金炳文叫人将他押入大牢 崔天崇奋力逃走 次日 崔大人被押往京城 百姓们为崔大人喊冤 最后全民激愤 混乱中 崔天崇将父亲救出 这时 蔡公子出现 一刀将崔大人刺死 次日 金炳文带着凤莲返回京城 崔天崇看着远去的教年 眼里满是怨恨 教终的凤莲伤心欲绝 深知愧对崔天崇 奈何金炳文用凤莲母亲性命威胁 凤莲只能妥协 但出于愧疚 他恳求对方 放崔天崇一条生路 金炳文答应了 却在夜晚 用火红的烙铁 在凤莲身上留下了永久的痕迹 凤莲彻底沦为金家的工具 而崔天崇跟着山水道人入山修行 苦练文武技能 就这样东去春来好几年 崔天崇出世下山 开启了他的复仇之路 这个不正经的赤衣道士 对着一个黄花大姑娘说 他祖上有个雏女鬼 因此他今生再也得不到男人的疼爱 但只要花一百两买下自己的符咒 从此就能桃花朵朵开 男人要多少有多少 就在女人心动之时 崔天崇出言阻止 让他不要听信老道的谗言 还说姑娘生在火堆旁 运势灼热 桃花硬从水里来 这时姑娘忽然想起 台水的老沈今日总来搭讪 见崔天崇微笑点头 姑娘兴刀采烈地跑回家去 倒嘴的鸭子飞了 赤衣老道难掩慕容 崔天崇上前看着老道 通过老道的耳朵和手指 推断出他曾是军船上的水手 接着说出了他的生辰八字 这下把赤衣老道经得目瞪口呆 自己的生辰可只有老娘知道 连忙抓住崔天崇的双手 让他给自己算一算 崔天崇只劝诫他千万不要靠近水边 否则会有性命之忧 赤衣老道头点的像波浪鼓 可刚一出门 就看到金家在桥上祭祀龙王 眼看金家将一串串铜钱洒入河里 赤衣老道心如猫抓 桃子一拖跃入河里 全然不顾自己不会水行 然后他就危惧了 直接把岸上的女人吓出了海豚鹰 壁旁的官兵迅速将老道捞出来 接着便是一顿暴打 差点一命呜呼 这下崔天崇一战成名 找他算命的人犹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这天 新宣君上门算命 崔天崇定睛一看 就看出新宣君乃虎狼之相 日后必成大器 但是 他给自己的生辰八字 却十分比漏 新宣君看出崔天崇的疑惑 只告诫他要几年慎行 原来 新宣君如今正在韬光养晦 整日喝酒寻乐 就是为了麻痹金家 此时皇宫之中 皇上忽然晕觉 赵大飞命令宫人封锁消息 但还是被金家知晓 金家安排凤莲去查看 看看皇上还能活几日 凤莲不想告诉金家皇上的真实情况 因此说自己只能看到未来几日 并不能知道皇上何事归天 但金左根并不在意 命令凤莲寻找下一个具有帝王面相之人 好培养成下一个傀儡皇帝 凤莲心中思虑 何不好好利用自己的能力 借此扳倒金家 这日凤莲在一众贵公子中向念 却发现他们全都辞职平庸 叹气之时 忽然听到外面一阵吵闹 原来是一个小丫鬟 偷偷打包食物被抓 凤莲见女孩又小可怜 便放她一马 女孩转头道谢 凤莲却被女孩的面向震惊 因为这个女孩竟有帝王之想 凤莲赶忙让手下去打探她的底细 得知女孩在技馆打杂 便连夜乔装打扮 去寻找女孩 故承想刚好遇到了崔天虫 昔日的种种瞬间浮现在崔天虫的眼前 爱恨交加 她想起师父曾经的告诫 若是自己继续寻找这个女人 那必将会死在她的手中 于是 崔天虫转身离去 不料却被凤莲一把抓回 崔天虫控制不住 将凤莲狠狠地压在一旁的稻草上 凤莲惊恐万分 此时崔天虫拉回李治 对着凤莲放了狠话 然后跑出门去 次日 一对兄妹来找崔天虫向眠 哥哥抱上自己的生辰八字 想问自己今年能否中举 还说自己走了没运 连考十年都未中榜 但崔天虫却反问 为了把运气变好 就将妹妹送进祭馆 再用妹妹赔酒的钱去参加应试吗 可以回去问一下自己的母亲 说吧 就将钱退还给兄妹二人 不再回答任何问题 夜晚 崔天虫的好友龙八问道 为何不给那兄妹算命 崔天虫回答 那个男人的八字就像是寒冬的蜡烛一样 都不用风吹 自己就会逃 但他却坚挺了十年之久 如此看来 肯定是因为至亲至任 将自己的福运传给他 然而 他不仅不知道感恩 还整日自命不凡 仗着一点天赋 懒惰好色 留守好险 迟早会将母亲与妹妹的运气消耗带着 至于崔天虫所言的真假 相信很快就会出现结果 这个女人拥有天眼 能够轻易看穿别人的未来 这日 他走入祭馆 要寻找一位具有帝王面相的女子 然而他刚刚进门 就发现一个女孩脸上邪气横生 凤莲将女孩拉到一旁 询问近日是否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不料女孩却满脸喜气 表示有喜事发生 原来 女孩的哥哥将他迈进了金家荡小妾 金家保证 今年他哥哥必将重拒 纵连一听 就知此时绝不靠我 就劝女孩赶紧逃离此地 不料却被拒绝 几天后 哥哥拿着镰刀 找到前几日给他算命的崔天虫 上来就破口大骂 因为他觉着自己这次之所以落榜 全是因为崔天虫诅咒自己 男人骂完还不解气 出手便要砍死崔天虫 但崔天虫武艺高强 反手就将他制服 最后 崔天虫立下趁雨 说他今后的二十年都将梅运连连 以此来为曾经的顺遂付出代价 男人听后 如同风魔一般 跑到祭馆将妹妹掳走 凤莲发现后连忙去追赶 却在路过镜子前时 看到自己脸上邪气明白 但此事已经顾不得那么多 凤莲跑到男人家 冒烟的草屋里 装满了制作火药石的硫磺 妹妹昏迷在地 多出屋外 男人忽然出现 给了凤莲一闷棍 接着用绳子死死地勒住凤莲 就在快要断气时 崔天虫及时出现 一脚将男人踹开 此时凤莲昏迷不醒 往日的一幕幕 像电影一样 在崔天虫眼前闪过 对于这个女人 她终究是爱着的 即便有恨 也舍不得她受半点伤害 好在凤莲很快醒来 次日 龙八剑崔天虫精神为异 便带她去抓点不要 没想到 半路正好遇见了 凤莲正在寻找的目标 那个具有帝王之相的女孩 作为京城第一巷师 此时崔天虫心中惊涛骇浪 因为她看不出女孩的善恶 但见女孩十分瘦弱 就将手中的十拳大骨汤 赠送给她 还从龙八手里 拿来一吊铜钱 让女孩改善生活 女孩十分不解 看着崔天虫远去的背影 深思许久 接着女孩来到孤儿院 想看望自己的小伙伴 结果却发现这里 正被一群男人到处破坏 原来他们乃是奸臣金家的走狗 此番作为 是为了给金家即将建造的 观景台腾的位置 女孩见此 立马呵斥男人 不成想男人却笑了 她告诉女孩 如今整个朝鲜 都是金家做主 势单力薄的女孩 终究没能阻止孤儿院被拆 忽苦无依的孩子们 被赶到大街上 被好心的客栈老板娘收容 女孩听说崔天虫 与新宣军有些交集 便恳求崔天虫 帮忙讨回孤儿院 崔天虫见到这些可怜的孩子 也动了恻隐之心 回去便写下书信 给那些正直的王室宗亲 希望他们能够挺身而出 但书信却如石沉大海 毫无阴性 毕仇莫展之时 崔天虫迎来了一个机会 王爷李夏全 召集全国相师算命 得胜者 可得万金 于是 自认像术超绝的崔天虫 准备通过这场算命 来为无家可归的孤儿 讨要一封皇帝御旨 比赛开始 担任裁判的王爷 拿出一副生辰八字 让众多像师哥显本领 崔天虫精通一血 一眼便看出这是先王的八字 轻松通过比赛 其余众人 只有一位曾在宫廷中 当任官相间的大胡子 经过计算后得出答案 最终 两人被请到一间隐秘的屋子 王爷拿出一副八字 要他们算这命主儿子的命运 半吊子大胡子 通过察言观色 成功推算出一个错误答案 王爷将杯子反扣 大胡子被淘汰 此时崔天虫却开口说 命主的儿子 是个短命鬼 这下引起了王爷的兴趣 因为这命主的儿子 就是自己 接着 崔天虫将王爷的裤衩 都扒了个干净 王爷惊呆了 因为事实就是如此 当今皇上病重 赵大飞正极力推举 王爷上位 然而还没等王爷高兴 崔天虫忽然话音一转 这边 赵大飞也在请凤莲 看一看王爷的命运 结果竟是出奇的一致 但是如今 王位就在眼前 怎能轻易舍弃 崔天虫拒绝了万金的赏赐 求王爷讨要一道 保住孤儿院的玉纸 很快玉纸求来 但是荆家根本不把玉纸 放在眼里 依旧照差不误 崔天虫出手阻拦 却被小人一刀穿凶 紧接着脑袋又被开瓢 晕倒前 崔天虫看到自己而逝的玩伴 那个杀死父亲的仇人蔡公子 如今的蔡公子狂暴变态 已经彻底沦为金家的走狗 等崔天虫醒来 入眼便看见了已成走狗的蔡公子 他想起自己父亲 曾被眼前之人所杀 忍不住发出愤怒的嘶吼 而蔡公子见此一幕 却笑了起来 因为曾经的蔡公子 半辈子都活在崔天虫的阴影里 不仅样样不如崔天虫优秀 连喜欢的女人都被崔天虫吸引 他为此极度的发疯 所以 面对落入他手的崔天虫 蔡公子准备用尽各种惨绝人寰的酷刑 他先是对崔天虫一阵暴打 接着便将他整个溺在水池中 很快要窒息之时 猛地拽出 然后用一张湿润的棉布 紧紧地贴在他的脸上 再用水壶往上浇水 让他难以呼吸 生不如死 不仅如此 他还逼迫崔天虫 写下污蔑王爷李夏全谋反的证词 但崔天虫誓死不从 这边 凤莲得知崔天虫被抓的消息 立马从金府赶来 不料却有人阻拦 凤莲拔起一旁的长剑就要将气刺死 但却被人背后偷袭 凤莲被一掌打晕 醒来时 他发现自己被关在金家地牢 金炳文就在一旁端坐 金炳文告诉凤莲 不要不知好歹 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说着便一把扯开凤莲的上衣 只见洁白滑嫩的肩膀上 一块丑陋的印记赫然浮现 金炳文看着这块印记 恶狠狠地对着凤莲说 你要记住 从落下印记的那刻起 你就是一条被金家牵着绳子的畜生 听完此话 凤莲怒了 金炳文越听越怒 但看到凤莲变了颜色的眼睛 金炳文心生畏惧 他第一次感受到凤莲能力的强大 金炳文回去之后 就将正在逼供的蔡公子换成混混小粒 因为他知道蔡公子心很爽辣 崔天崇在他手下必死无疑 接着凤莲来到牢里 他暗示崔天崇先写下共状保命 三天后月时之日 趁夜色漆黑将他救出 崔天崇深信不疑 当晚就写下了共状 同时 凤莲跟金左根的爱妾子罗达成联盟 皇上病重 朝堂不稳 子罗需要对自己的未来做打算 三日后 两人以给犯人失周的名义 进入大牢 趁着人都混杂 将崔天崇救出 经历此番 崔天崇的心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想起师父曾经说过 自己是绝处逢生之命 如今眼看着金家一手遮天 他决定深入这片漩涡 为朝鲜求得一片朗朗清空 这天 金家以选定王位继承人为由 叫来王室宗亲 新宣君却颇为愁苦 因为就在昨日 金左根单独将他叫去金家 威胁他诬告王爷李下全谋逆 此时面对金左根的威压 新宣君的心中左右摇摆 就在此时 崔天崇闯进殿内大喊 高喊这里有王的气息 下一任帝王就在此处 众人寻声望去 正是天下第一相师崔天崇 此时新宣君松了一口气 王爷李下全则以为 崔天崇是为自己造势而来 便让他指认下一位帝王是谁 此时的李下全已经挺直了腰背 准备接受他的扣白 不成想崔天崇环视四周 竟向一个不起眼的角落走去 紧接着他对着一个孩子 跪下大呼 小孩满脸写着 你放过我呀 众人也被惊掉了下巴 而刚松了一口气的新宣君 差点瘫倒在地 因为这个孩子是他的二子李宅皇 自己远离朝堂那么多年 早已无权无视 如今恐怕自身难保 李下全更为恼怒 自己是太后赵大飞 清点的继承人 崔天崇公开打脸 自己颜面何存 金左根更恨他坏了自己的大事 想要将崔天崇灭口 凤莲及时出现解救崔天崇 各入皇室众目睽睽之下 金家只能将崔天崇交给禁军 此时凤莲快马加鞭 赶到皇宫拜见赵大飞 得知消息后的赵大飞雷霆阵 质问凤莲当时的情况 赵大飞颇感震惊 凤莲趁机开口请求 让崔天崇进宫面上 以求破解之法 因为只有这样 才能保住崔天崇 很快 崔天崇被带到殿上 皇上质问他为何口出狂言 疑惑是人 崔天崇却说 自己是为皇上分忧 如今的金家独揽大权 自己必将为皇上夺回这片江山 皇上听此微微一笑 赦免了崔天崇的罪故 让他在家反省 不料崔天崇前脚刚回去 就被李夏全带走 被当众羞辱这口气 他必然不能吞下 谁曾想他还未开口 崔天崇却说 这一切都是为王爷着想 李夏全不解 他告诉李夏全 王爷若是登德皇位 金家难免记恨 到时候龙中虎斗 难免疲乏 如今完全可以将新宣王之子 托上王位当作傀儡 既可以全倾天下 又可免遭算计 要知道 真正的帝王 李夏全成功被说服 崔天崇安然离开 临走之前 还不忘提醒李夏全 拿回那份在金家手中的 谋反共众 李夏全也是利落 立马命高手将公输抢回 将蔡公子弃得直跳脚 与此同时 新宣君父子被金家人抓去 堂堂王室 却不得不向一介官吏下跪求老 小小的理在恍生泪俱下 解释自己并无争夺之意 这才逃过一难 新宣君看在眼里 腾在心里 走出金家 新宣君带着儿子去了父亲的墓地 他告诉李在恍 这片墓地是龙光笼罩的帝王之地 自己为了得到他 不惜烧毁一座寺庙 然而就在得到他两年后 李在恍降世 所以 他相信自己的儿子将会是王 只是现在还为时过早 想到自己辛苦隐忍那么多年 不能被一个道士毁云一旦 于是 新宣君写下帖子 约崔天崇在山顶相见 此时的崔天崇 正与凤莲甜蜜约会 原来当初凤莲为了救出崔天崇 便卖了不少首饰 崔天崇心中有愧 便逃了一把火枪 赠与凤莲防身 天色将晚 两人一一吸瘪 不料凤莲刚到金家大门 就被吃了瘪的小菜拦着 小菜一看凤莲满脸幸福 就知道他刚见过崔天崇 于是怒意更浓 一把将凤莲掳走 囚禁在家里 但凤莲可不老实 在院子里四处摸索 近在一个小黑屋里 发现一个伤痕累累的老者 仔细一看 竟是曾经崔家的管事 两人一番寒暄 凤莲得知 凤莲答应帮忙 立马闯出蔡家寻找崔天崇 不料好不容易赶到崔天崇的落脚地 却得知崔天崇已去赴约 凤莲拿着新轩军写的书信 感受到了浓烈的杀气 整个人控制不住的颤抖 就立马赶去寻找崔天崇 正巧看到愤怒的新轩军 举起手枪准备射杀崔天崇 凤莲跑去阻拦 却被崔天崇一把拉开 子弹射入崔天崇的胸膛 然后划过凤莲的臂膀 巨大的冲力让凤莲脚步不稳 跌落悬崔天崇见此慌了心神 不顾一切的冲下悬崖 却不见凤莲一丝踪迹 自己也因失血过多 晕倒在地 此时的新轩军呆愣在地 身体止不住的颤抖 自己杀了公主 荆家和皇上都不会放过自己 而见到这些的只有崔天崇 于是新轩军也冲下悬崖 想要赶尽杀绝 苦苦寻找之后 终于看到了倒下的崔天崇 刚要向前忽然走来一群人 是龙八他们 新轩军只能离开 龙八也看到了受伤的崔天崇 赶忙将他带回医治 很快 晕家和赵大飞就发现凤莲失踪 但这件事万不能被皇上知晓 只能偷偷派晋军搜寻 并且金炳文下达死令 这边李夏全也收到公主失踪的消息 乐开了花 金家可算被自己抓到把柄 于是立马进宫面上 将此消息告知皇上 皇上勃然大怒 李夏全与金家的两子 算是彻底结下 此时的凤莲悠悠转醒 看到陌生的环境 便起身寻找救他之人 却发现外面有一位蒙面女人 凤莲颤颤巍巍地将女人的面纱揭下 却被吓了一条 竟是自己失踪多年的母亲半月 母女二人含泪相认 她告诉凤莲 这些年金家一直在阻止她与凤莲相见 甚至将她的脸划破 以示威胁 但她仍会偶尔进京 远远地看一眼凤莲 没想到这次竟遇见此事 凤莲听此 对母亲十分愧疚 想要对她说声抱歉 但还未开口 凤莲就晕倒了 原来是伤口感染 导致的高烧昏剧 半月没办法 只能将她背进城中医治 不料却被净军找到 就在此时 四周万箭齐发有人偷袭 净军不得不出手迎战 混乱之时 一只弓箭瞄准凤莲母女 眼看就要刺主 崔天崇帅气入场 以身皆见好不潇洒 凤莲成功脱险 半月却起身离开 她不想被金家抓住 从而牵制到凤莲 这边 新宣君得知凤莲安全归来 心中胆颤 伤害公主可是大罪 如今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让唯一的证人 崔天崇永远毙子 于是她假冒李夏全的名义 连夜将崔天崇约出 趁夜黑风高 看着崔天崇倒下 才安然离去 可是就在她离开之后 崔天崇竟像没事人一般站了起来 原来在上次中枪之后 崔天崇从赤衣道士那里 逃来一件防弹衣 穿上即可刀枪不入 崔天崇看着新宣君远去的背影 暗暗发誓 一定要让她付出惨痛的代价 新宣君智商还是在线 立马接话 表示自己只是不小心误伤公主 与荆家并无牵连 皇帝还未开口 新宣君之子李载谎 扑入殿内 疯狂叩头求情 身位俱下 言辞恳切 加上证据不足 皇帝终究松口 只收走新宣君的家产 命其进族家中反省 新宣君退下之后 皇帝单独召见崔天崇 希望她能证实自己的身份 不要过多纠缠公主 曾经她虽与公主有过婚约 但是如今已经误使人非 自己也不希望公主再为她受伤 崔天崇深知自己如今身份卑健 自卑之情瞬间涌上心头 出去之后就去见了凤莲 说尽伤人的话 与凤莲断了联系 这边 李夏全因为寻得公主有功 直接加官禁绝 夜晚 李夏全就将崔天崇召来 想让她看一看自己何时能登上王位 不料崔天崇仔细端向一番之后 却说李夏全乃是舌相 虽然拥有卓越的头脑 但却不可太过贪心 必须隐蔽生活 否则将会成为众矢之地 下场悲惨 这下可惹恼了李夏全 他处心积虑才手握重拳 可不是为了躲躲藏藏 他就是要狂 这不 第二天上朝的路上 他就开口嘲笑金左根 年老不中用 身为儿子的金炳文 恶狠地瞪了一眼 也记住你了 紧接着 金炳文就放出 曾经囚禁凤莲的蔡公子 命令他去做一件大事 而崔天重建李夏全 如此冥顽不灵 深觉其朽目不可刁眼 便去寻找新宣君 告诉他李夏全贪心不足 不懂宁人 是个短命之人 自己早已劝谏 他却不以为意 还恳求新宣君牢记 千万不能与金家正面对抗 就当是为了儿子的安全 但没想到 次日 君威县县令就找到新宣君 他手上拿着金家贪污的账文 言语愤慨 声称自己不忍在受金家胁迫 看着百姓被金家压榨 所以想请求新宣君制裁金家 见新宣君有些犹豫 他又告诉新宣君 自己还知晓金家的秘密仓库 一句话让新宣君来了精神 有了账本和贪污的仓库 必能将金家重创 这个活我接了 当即拿着账本去找李夏全 两人一番商议 立即进宫面设 将账本交给皇上 皇上拿过账本一看 连连点头 终于能错一错金家的锐气 次日上朝 新宣君站出来 举报有人贪污那顺 皇上装作不知 问他是何人 新宣君刚要开口 忽然想起崔天虫告诫自己的话 但转而又想到自己曾下跪金家 受胯下之辱 一腔愤怒就要喷涌而出 于是斩钉截铁地说出金炳文的名字 声音落下 四座接金 金炳文被打得措手不及 成功被抓 秘密仓库也被缴获 李夏全暗自得意 请求对金炳文处以急刑 皇帝询问金左根的意见 只见金左根满脸惭愧地说 自己白口莫辩 他的二儿子金炳赫也请求 务必要严惩金炳文 这一下让皇帝有些捉摸不透 决定三日后再审 金炳文在被送往大牢的路上 碰到了路过的崔天虫 只见金炳文对着他微微一笑 两人擦肩而过 此刻忽然掀起漫天黄沙 看着金炳文远去的背影 崔天虫感觉自己 正被一个巨大的阴谋笼罩 这个色迷迷的男人 单恋当朝公主不成 就开始当面一迎 不断地从他口中说出 公主愤怒不已 刚想给他一个大嘴巴子 可看着男人的脸 公主却愣住了 因为他通过特异功能 看到男人竟然囚禁了 当朝大将军 凤莲有些慌乱 立马写信给崔天虫 原来前几日 崔管家逃出蔡家的牢笼 找到了崔天虫 并告诉他 当初凤莲解救过他的父亲 但他不肯逃跑 于是 管家又将凤莲为了让崔天虫活下去 而在金家所受的磨难都一一告知 崔天虫感动不已 更恨自己误会了凤莲那么多年 所以立刻跑去向凤莲道歉 两人重归于好 此时 看到凤莲书信的崔天虫 更觉得金炳文被抓就是个阴谋 所以立马赶到新宣君家里 希望他不要放松警惕 状告金炳文真的太过顺利 新宣君心中也是一律颇深 因此 两人商定 在明日有时相见 崔天虫若发现端倪 提前告知 也可做好对策 次日 崔天虫来到大牢 想从金炳文这里查询一些蛛丝马迹 却一进门就看到他正在品查 没有半点将死之人的样子 假意寒暄几句之后 崔天虫发现得不到有用的消息 便转身去了军威县县令的住处 他声称自己特意赶到县令上朝之前 来告知他今日运气如何 县令老鼠式的小眼微微眯起 透露出油腻的样子 让崔天虫在书房等候 机会就在眼前 崔天虫在书桌之前一番番着 果然看到了一张带有金家印记的纸 还有一把折扇 上面写着一些奇怪的数字和文字 疑惑之时 县令走了进来 崔天虫一把掳过县令 问他贪污之事的事情 眼看着刀子一点点湿入 县令终于松口 承认是金炳文指使自己 不料刚说一句 金家的护卫就闯了进来 将县令救走 崔天虫看着手中的东西 忽然想到金炳文手中 也有一把一模一样的折扇 他将两样东西来回翻看 忽然灵光乍现 将纸上的数字 一一对应到扇子上的字 竟是欺骗新宣君 崔天虫立马去寻找新宣君 有识味道 还赶得上 不曾想 宫门口蔡公子正在守住带徒 将崔天虫拦下 转眼间 时辰已过 新宣君上朝 皇上正要将金炳文定罪 怎料金炳文忽然开口 他要举报李夏全和新宣君谋反 此语一出 李夏全二人明显慌乱 接着 金炳文将县令官员指认的证词拿出 还说出军威县县令 乃是李夏全远轻 两人谋合 捏造此事 就是为了离见皇上与忠臣金家的关系 然后趁机谋反 李夏全刚要辩驳 将军却出来认罪 声称自己受命于李夏全 参与策划谋反 请求皇上责罚 原来蔡公子把将军的一家老小全部抓来 用尽酷刑 逼迫将军指认李夏全 一时间人证悟证据在 加上拥护金家的朝臣 不停地起哄 皇上无法将李夏全流放边疆 但是朝臣依旧不依不挠 声称新宣军是同谋 要将他一起流放 新宣军傻在当场 此刻的金左根露出邪魅一项 就在此时 崔天虫人未到生鲜至 接着 崔天虫拿出证据 并解释给皇上 那大大的金家烙印 让人无法辩解 新宣军无罪释放 这下 新宣军彻底相信了崔天虫 请求他成为最强力的伙伴 和最可靠的武器 几日后 传来李夏全自尽的消息 赵大飞十分悲痛 崔天虫让新宣军 带着儿子李宰谎 趁机讨好 李宰谎小小年纪 眼泪说来就来 三两句话 就让赵大飞当亲孙子一样看待 殊不知 金炳文正在远处 看着此刻的新宣军 这是一群极其变态的官欢 看着堂堂王爷 钻过妓女的胯下 他们笑得淫荡且猖狂 王爷似乎也被感染 跟着哈哈大笑 妓女被吓得倒在一旁 而王爷像是还未进行 还想要再来一次 这是金炳文设下的宴席 新宣军曾经的指控 他既恨在心 要么他儿子死掉 要么就在今天 将自己哄个开心 新宣军心里恨得牙痒痒 但还是屈服 将尊严和颜面 掏到了脑后 回去之后 新宣军就召集了 各位王室宗亲 想要集中力量 推举自己的儿子当上帝王 但宗亲们各有野心 哪里肯将盘中餐让给他人 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入夜 金炳文呼吻一动 立马将面前的蜡烛熄灭 只见一黑衣人骤然现身 不等金炳文反应 黑衣人一刀砍中金炳文的胸口 金炳文昏倒在地 黑衣人将要离开之时 一支带毒的案件 刺中了他的大脑 接着 金家护卫赶来 吓得黑衣人赶忙逃跑 却恰巧碰见 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女孩 还未来得及问好 黑衣人就独发昏倒 晕倒前 看到了出门的凤莲 这时 追杀刺客的喊声传来 女孩向凤莲投去求救的目光 凤莲见此 赶忙将黑衣人拖进屋内 不料下一刻 蔡公子就推门而入 环视一番剑并无异常 就转身离开 凤莲走到屋后 发现黑衣人竟是 李夏全的贴身护卫白狼 她是来为李夏全报仇的 凤莲看着晕倒的白狼 立马命人将她送到崔天崇那里 一旁的女孩十分惊讶 公主也认识崔道士 凤莲这才反应过来 今天的目标 就是这个具有帝王之相的女孩 得知女孩名叫紫英 凤莲微笑 从今天起我们的命运就有了联系 紧接着 两人将白狼送到崔天崇所在的客栈 不料白狼当行 举起刀就要杀了崔天崇 她认为 崔天崇没有直接将命运告知 才间接造成了李夏全的死 凤莲刚要阻拦 崔天崇开口 白狼要杀自己可以 但是要答应 报仇之后不能自杀 因为白狼是将军命格 新王上位之后 他要帮助新王稳住边疆 拓宽边境 见白狼停下 凤莲趁机解释 白狼终于放弃 这边 本来身受重伤的金炳文 却安然无恙地站了起来 跟随护卫一起寻找刺客 却在半路 被一个神秘人拦下 这个贼没属眼的男人 自称是天下第一相师 还跑到宫里大放厥词 指着他带来的一位平民男子 大声宣告 这就是未来的帝王 众人无不目瞪口呆 就在此时 赵大飞上前 亲切地握住男子的双手 新宣君听此瞪大了双眼 前日您还如此满意我儿子 怎得今日就要推举他人 难道往日的温情 都不负存在了吗 这时 那位相师又表示 此位永云君是某位 过世宗亲之子 不仅如此 他与过世的李夏全 命运极为相似 但唯有一点 他不是短命之人 话落 他向崔天虫 抛去一个十分猖狂的眼神 此时的崔天虫 正恶狠狠地盯着他 原来这位相师 是一位老相师 他就是曾经被崔天虫判定 此生在无望科举的男人松沉 那个差点将凤莲勒死在家中的男人 他回来了 他科举不成之后 就去上山拜师 学习一学 下山之后 就去求见金炳文 并向他启示 一定打败崔天虫 这才有了今日之事 这时 皇上赶来 质问永云军的身份 不料他竟将父亲而施与皇上一起玩耍的情景 讲述的一清二楚 皇上的疑虑有些消除 此刻松沉开口 预示了未来的国情 若是永云军当朝 未来国家安定凡胜 而且不久之后就能迎来十孙 紧接着 松沉下跪叩拜面前的两位龙子 此刻的赵大飞面上收不住的笑语 他们步步紧逼 皇上无论如何都拒绝不了 忽然崔天虫出来否认 永云军乃是庸才 只有新宣军之子为帝王之相 而且 今年国家并不会繁荣昌盛 而是会迎来一场巨大的瘟疫 两人互不服输 便以人头作赌 场面一时僵持不下 立处之事不了了之 回去之后 各路宗亲纷纷来到新宣军家中 决定支持其子李宰皇上尉 不能让这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得逞 凤莲听到消息 正埋怨崔天虫莽撞 就听到紫英拜见 只见紫英面色十分焦灼 原来那些孤儿院的孩子 忽然之间全部生病 但是各个医馆却无人示意援手 如今整个贫困村都感染疫病 紫英实在没有办法 便来请求凤莲帮助 凤莲来到贫困村 发现他们各个面色发黑 呕吐不止 明显就是瘟疫 于是立马通知皇上 此时崔天虫将准备好的药材 发放到各个医院 新宣军请求太医院将物资拨出 没想到这些贪官还想再捞一把 执意不肯 新宣军勃然尬怒 发起风来 这个男人拿着呕吐物到处扑洒 扑着嘴里还念念有词 吓得面前几位贪官抱头鼠窜 只见新宣军双目通红 就连嘴唇也在颤抖 见此 几位贪官不得不松口将一款放出 与此同时 皇上在宫内举行祭祀 供奉神明 不料却在祭祀时晕倒 皇上已经时日不多 寻找继承人之事更要提上日程 皇上身体刚刚恢复 松臣就被金家推出面设 不仅对当日赌约闭口不提 还对崔天虫反咬一口 污蔑崔天虫诅咒国家 导致国运偏移 产生瘟疫 这一招真是令人拍手称赞 皇上都惊呆了 世界上竟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这时 金炳文开口献上自己的良策 只要将重症患者全部拉到乱葬岛封闭起来 瘟疫就会很快被控制住 新宣君瞬间按耐不住 怎么我拼死拼活救下的人 你就直接给我拉到乱葬岛 都是贵族为何你如此猖狂 而金炳文却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皇上虽不同意 但无奈金家太过强势 只能含糊而搏 新宣君只能去找崔天虫 希望他能有良策 但是如今 崔天虫已经两袖空空 购买药材已经掏空他全部的积蓄 愁眉不展之时 龙八揪着崔管家走来 原来他发现崔管家竟偷偷出入金家 肯定是个卧底 没想到此时 崔管家从怀中掏出一叠地弃银条 这是崔大人在事实留下的 他进京就是为了将这些东西交给崔天虫 但奈何自己被抓 东西被金家抢走 他之所以前去金家 就是为了将这些东西偷出来 误会解开 只是一场乌龙 但这些银子 恰巧解了当下的燃眉之急 崔天虫命龙八拿着银子 买下一块荒制的田地 将这些病人安置 好巧不巧 咏云君也感染上了瘟疫 此时的金炳文看着崔尘 越看越无用 决定将崔天虫收入麾下 为显成意 他当着崔天虫的面 将崔尘杀死 接着又提出条件 若是崔天虫愿意为自己所用 那么凤莲公主就会成为他的妻子 这个诱惑可是非常之大 要知道 如今的崔天虫不过是一届平民 任凭如何高攀 也娶不了公主 但是 金炳文的话不仅没有拉拢到崔天虫 反而让他提起警惕 这是金炳文的警告 回去之后 崔天虫立马拜见了金炳鹤 这是个蠢才 仅用三言两语 崔天虫就将他与金家理解 让他倒向新宣君这边 与此同时 勇云君正跪在金炳文脚下 未来的皇帝竟然卖身给区区光患 还被刺上奴隶的刺身 只见勇云君十分虔诚地扣在金炳文面前 金炳文却开口威胁 胆小的永明君自视为命是从 崔天虫回去之后 就去拜访了金炳鹤 以推算金家运势为由 三言两语就将其与金家离间 不仅让金炳鹤 倒戈到新宣君的阵营 还要与新宣君联姻 新宣君也是个人精 瞬间明白 此时的金家内部已经出现裂缝 就在这时 皇上托付赵大飞为凤莲寻找驸马 凤莲得知直接进攻告诉皇上 自己只想与崔天虫成婚 但皇上却只当是年轻人的意识玩乐 不料却遭到凤莲的攻击 被亲生女儿怀疑能力 皇上表示十分受伤 信誓旦旦地立下誓言 必会寻找一个远离金家的好驸马 不料转头就被打脸 赵大飞巡的竟都是金家的后人 其中还有一个是个残疾 皇上怒了 是不是不发火就把别人当傻了 此时得到消息的小菜 马不停蹄地赶来毛遂自荐 怎料一下就入了赵大飞的眼 眼看凤莲就要被许配给他人 崔天虫比谁都着急 此时崔管家传来书信 是凤莲约他明日相见 次日两人刚碰面 凤莲就把他拽到永云君的府上 想要从这里找到一些破绽 不料还未寒暄几句 就发现永云君手臂上 好像得了很严重的皮肤病 紧接着 两人试探永云君是否知晓松臣之死 见他神色慌张 两人瞬间会议 经此一番 两人推断永云君必定是个冒牌货 而他手上的窗就是突破点 次日凤莲就以凤查的名义 将金家父子召集 与此同时 永云君也出现在此 忽然凤莲一把抓住永云君的手腕 将窗面露出 撕扯之下 隐约可以看到下面的奴子 接着凤莲就要将此事公之于众 欺君之罪 就算是金家 也未必能够安然无恙 金家父子被打个措手不及 凤莲趁机提出条件 只要放他离开金家 必会守口如瓶 在灭门之灾的威胁下 金左跟松口 将凤莲与永云君放走 永云君忽然失踪 赵大飞瞬间没了主心 崩溃不已 此时崔天崇派人放出消息 明日会有玄天真人降临 百姓无比期待 都守在那里 想要亲眼目睹 十二岁又同成为民间备受追捧的玄天真人 又在皇帝驾崩之时 接到圣旨 登上皇帝的宝座 年幼的李宰皇 被新宣君以孝之名胁迫 当上了傀儡皇帝 手握大权的新宣君 开始改革新政 清理宿敌 曾经辉煌无比的金家 瞬间没落 这边 崔天崇在此推算到伯玉 朝鲜将受到外敌入侵 于是 立马集结起当时收留的病人 开始打造武器 训练士兵 俨然成为一个小王国 新宣君见此 心中十分忌惮 于是借喝酒的名义 除掉崔天崇 同时小菜带领军队 摧毁这个村子 凤连奋力保护 却也只是杯水车星 最终晕倒在地 而崔天崇从新宣君家中死里逃生后 就去寻找凤连 但是只有一片火光 后面还在追杀 崔天崇只能坐上了逃亡的船只 凤连被掳走后 新宣君偶然得知了他的超能力 就决定将凤连占为己有 让他喝下特制的汤药 导致失忆 成为新宣君中心趁手的工具 三年后 崔天崇再次归来 第一件事就是联络曾经的好友 寻找凤连的下落 趁着夜色 拦下凤连的叫念 但是此时的凤连已经忘记往事 崔天崇看着满眼陌生的凤连 眼含泪光 决定一定要为凤连解毒 记起自己 几日后传来消息 新皇将要挑选皇后 这时崔天崇想到了紫英 那个具有帝王之相的女孩 于是崔天崇决定 再次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舍 改变朝鲜的命运 因为此时的新宣君 变得疯狂暴力 固执己见 比当年的金家更胜一筹 崔天崇找到紫英 鼓励他去参加竞选 帮助他改变朝鲜的局面 崔天崇是紫英的恩人 紫英自是满口答应 这时崔天崇再三嘱咐紫英 一定要学会露桌 新宣君敏感多疑 他需要的皇后 是一枚容易拿捏的棋子 但是新宣君也不是好糊弄的 将紫英的生辰八字 拿给凤莲观看 但是崔天崇早有预谋 早就被下一副假八字应对 就这样 紫英成功被选为皇后 举行典礼那天 天气变幻 黑云盖天 崔天崇看着这一切 知道朝鲜即将变天 这个女孩刚新婚就失宠 看着丈夫爬向其他女人不说 还被公公骂了个狗血淋头 原因却只是自己 向丈夫推荐了一本书 看着女孩委屈的面旁 小皇上离仔晃跑去安慰 新宣君从小带自己便是如此 让紫英不要过多在意 没想到女孩却说 一句话让小皇帝替呼灌顶 决心将要脱离新宣君的掌控 此时崔天崇通过手段 进宫拜见赵大飞 两人一番商议 决定齐心将新宣君扳倒 次日朝堂之上 崔天崇就被加官禁绝 看着赵大飞和小皇帝一唱一和 新宣君瞬间明白了缘由 但自己哪能那么容易被拿捏 下朝之后 对着小皇帝一顿夸 让他觉得离不开自己 而这一切 都被紫英看在眼中 紫英不想再受新宣君的压迫 就继续向小皇上吹枕边风 让其厌恶新宣君的管束 接着找到崔天崇 帮忙说服小皇帝 终于小皇帝再次下定决心 将新宣君赶下权力大台 崔天崇趁热打铁 又去找到赵大飞 决定联合亲近的朝臣 秘密召开朝会 让新宣君到老还乡 可是在朝堂之上 小皇帝却犹豫了 支支吾吾下不了决定 就在此时 新宣君闯进来 质问皇上为何被着自己召开朝会 小皇帝直接被吓傻 新宣君咄咄逼人 不停质问 小皇上选择逃避 匆匆离去 新宣君没想到 自己亲手挑选的儿媳 却成为砍杀自己的利人 这就不得不压压他的气焰 于是新宣君以贪污受贿为由 仗杀了紫英的哥哥 还告诫紫英 紫英颜面尽失 气得浑身发抖 为了除掉新宣君 紫英继续煽动小皇帝和赵大飞 让崔天崇继续寻找 扳倒新宣君的材料 自己则趁着夜色 放了一把大火 火起得突然 根本来不及救人 被烧的宫殿根本无法挽救 紫英将此事栽赃到新宣君头上 向小皇帝告发 崔天崇又拿出罪证 加上朝臣煽动 小皇帝将新宣君罢免 从此远离朝堂 权力最终归到小皇帝手中 而此时 凤莲也已经恢复记忆 完成任务的崔天崇带着凤莲 远走高飞 四处游玩 幸福美满 观看